Angela Baby这组照片,让人看得都尴尬,网友,拍得人好无心。 近日Angela Baby和赵丽颖一起出席参加Deval组织的活动时,他们两人的经验形象几乎惊呆了所有网友,当然如果一定要分出个高低,不少人还是选择Angela Baby更出色。 虽然赵丽颖也不错,吹出简约不简单的服饰,相较于上个月去时装周时变好了不少,但是Angela Baby的形象还是要更好一点。 众所周知,Angela Baby是模特出身,在很多时候都能将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展现出来,从当天她和赵丽颖一起出场的照片能看出,赵丽颖现目前的时尚感还是差了Baby不少。 Angela Baby更自信,赵丽颖青色的一点。 不过,就在昨天网上游网友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Angela Baby当时的样子,不少人觉得Baby原来也是有漂亮丝角的,这组照片怎么看出这么尴尬呢? 从上面向下看去,Angela Baby就不是那么完美了,因为脸小的缘故,Baby整个人看起来都特别小。 当然,网友的重点显然不是在这一点上,而是在Angela Baby的尴尬位置。 被网友拍下这样的镜头,有没有觉得尴尬呢? 从正面看去,Angela Baby的却很完美,气质也不错,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点也不尴尬。 上面这张照片,Angela Baby可以说能秒杀大部分女性的颜值。 但无奈人无完人,再漂亮的人都有自己的短处。 而Angela Baby的短处显然就是从上往下看时的样子了。 虽然有网友说到,拍这些照片的人好无心,从这样的角度拍照让Angela Baby太尴尬了。 但是也有网友觉得,虽然尴尬,但是我喜欢。 你们都知道,明星想要曝光绿,就必须将自己的各方面暴露在众人的眼前,即便是很尴尬的照片。 Angela Baby是这样,赵丽颖亦是如此。 从时装周被人吐槽吐槽,到今天说英语被人嘲笑,其实这些对于赵丽颖来说都不算是大黑,应该是不少女星的必然经历,必须去面对。 显然,赵丽颖和Angela Baby都能勇敢去承受某些人的指责了。